我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 没跟大伙提起过 我在三天前大概在前四天 我后背先是长了一个大包 这个包长的速度特别快 很疼的面积很大的 就像 这么大一个包 通红的都凸起来了 而且长的位置也不太好 就是我们女性穿内衣 机扣那个位置 疼的晚上不敢平躺 就是撤身 然后再撤身 他不敢动 一动他可疼了 他不光是一个包疼 他连带的周边这一圈全红了 全都是疼的 我也没当回事 紧急的第二天 我的左肩膀上面这个筋也特别疼 还有我两个腿的关节也疼 当时疼的就是胳膊 不敢动 往前动往后动都不敢动 前两天拍视频我是硬撑着的 因为它是类似皮肉伤那种疼法 倒不至于说影响我的精气神 还有我的身体哪不出 他没有 就是疼而已 我想我可能睡觉 没盖被子 受疯了 我也没当回事 就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 拍视频做菜都疼 咬牙切死 我现在也是咬牙切死 这两侧筋 导致我脖子不敢转 就是我往左转往右转 不敢转 一转 就自己都喊一声 就疼 就像那种滚筋似的 然后头往这一转 然后这一边就开始疼 不对 我好像往这 对 我是这样子朋友们 我往这边转 这样转 我这个疼得要死 就这么转 我要往这边转 这边疼 就这个表情 就是这个脸 要往那边 这个疼得要死 然后这手端不起来 我今天好一些了 所以我才跟大伙讲这个事情 当时我就想妈呀 我这咋的了 受风也不能说今天这受风 第二天紧接着这边受风 这也不像受风的样 我就在检讨我自己 我想是不是通风了 我也没得过通风 我也不懂通风什么症状 就知道说关节疼 我的肩膀是筋疼 两个腿是关节有点疼 好像我骑这张车 灯有点多了 前两天 前三天 就连续三天 早上我自动车登的时间长 我就缓让某个地方缓了一圈 大家我根本想不到 我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 昨天就是因为太疼了 我什么心情都没有 就没办法工作了 因为他疼 他疼他心情不好 他就不想去做什么事了 我就趴在沙发上 我就想我自己沉沉沉沉 我把胳膊往后面 就这么轻轻的一挪动 就自己在这一声 然后这边胳膊再往后面一挪 就又一声 就呲啥乱叫的 自己活动来活动去 叫了半个小时 我现在想想都想笑 昨天晚饭都没敢喝啤酒 我就想这没准是痛风 这喝啤酒会加重的 我想怎么才能把啤酒戒了 也就是身体不好 才能把啤酒戒了 因为害怕疼 前三天的晚上 半夜醒来都是疼醒的 不是这个筋疼醒的 是后面这个包疼醒的 因为咱们睡觉 老是一个姿势的话 筋又受不了 本来筋就疼 好像是这样子 胳膊放这边了 然后筋也不动 它也疼 然后我轻轻一动 后面的包又疼 然后这个胳膊扭疼 我的妈 这几天晚上就没睡好觉过 睡一会儿疼醒了 然后睡一会儿 又换个姿势 又疼醒了 疼得心骄心烦 我这个性格 不管有什么毛病 只要没关系到说 我实在是挺不住了 我得去医院 或者出血了 你不去医院包扎不行 或者是搞妈发烧了 高烧不退 你不去医院不行 其他的小毛小病 我都不会去医院的 我就在那硬扛 我也会胡思乱想 又想这是咋回事 是疯似性关节炎 还是说痛疯 就胡思乱想 因为腿它也疼 腿的关节也疼 肩膀关节不疼 肩膀就是筋疼 就是这个筋连着脖 连着脖子后脑勺 这个筋特别疼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啥毛病 我就是这体质 就是大毛病没有 没得过 小毛病都是自己预想不到的 它就来了 你就后面长这个包 现在还是红肿一大片 但是今天疼的也没有前三天严重 买黑又疼了 碰到了 这不能碰 因为它肿的面积挺大的 这包像什么 我父母那一代人管它叫闷头 不是火街子 火街子小的 闷头就是长很大一个包 可能会有浓 但我这还没浓 我这一点浓也没有 也没有冒那个浓头 我经常会照镜额 拿到后视镜就这么看 没有浓头 就是通红通红一个大包 其实我都想给你们看看 但是怕平台不让 这好像是不好的行为 就这可大包的 还很硬的 通红的 还是疼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 那年这个地方 忘了长个大包 都肿成那样了都 都毁容了都 当时肿的有点像巴黎舍不愿 那个矮个子敲钟那个人 如果那个包没好的话 今天坐在镜头前面 就是一个毁容了的 比毁容还吓人 就是长得畸形的一个人 给你们直播呢 肯定全网都得骂我 估计那样的话 我也敢出镜 那样的话会有流量的 天天一个丑女坐在镜头前 谁看谁恶心 我只要两天吃饭不规律 立马胃病就犯了 只要有个小流感 别管是早两天还晚两天 肯定能摊上 或者是说 你看咱 一开放新冠 咱们也得了 然后前段时间 有人说那叫甲牛 咱们也得了 是吧 也都没吃药 啥也没干 就这么挺过来了 这又无形当中长了个大包 又关节疼 又筋疼要命 我也挺过来了 最起码今天好转了 真正能恢复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 你这包我都预想不到 怎么会长包 也有可能是年轻的 火气大 还是说跟我饮食有关系 我吃这些东西 也够怪的了 前三四天说吃猪蛋了 是不是吃那东西吃的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要吃清淡点的话 吃点排骨 吃点蔬菜的话 应该不会长这东西 还是有点关系的 七间为止 这个筋为啥疼 还是关节为啥疼 我也搞不明白 不过心味的是 它有些好转子 我也就不当回事了 如果每天都这么疼 每天这么疼 我也会在网上查资料的 自己给自己看病 如果疼得天天都啥都干不了 滋滑乱叫的 那我才会去医院 七间为止 不管有啥小毛病 都没去过医院 省钱了